郭文貴 郭文貴 是在台灣的政黨絕對與政黨也無關 但是很顯然 台灣的選舉 是很不公平的選舉 因為一個是一年煎 煎到驚四人 但是馬英九也一直在說 他要處理 都沒有 很快都在這裡 其實說兩千年 我就跟余思君說 你把東山拿來搬 八成全搬10萬或5萬 這樣大家絕對國民黨留意也不會反對 所以我是說這有可能 第二個問題 我們民進黨服務的感受 我也都玩 但是你剛才做到的事情 包括我們前總統 尊重司法 尊重司法 跟余美妮說的 我們台灣司法說有公平 你說尊重司法 表示你這個司法公平 實際上是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說 我們不可以倒退路 再先喝 實際上真的不對 我覺得民進黨 騎你這樣立場 讓人很傷心 再來 這邊的選舉 美國報道國那些子三道四 實際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國立場 還是報道國司令立場 再來 這邊的 全美國跟全這些 這些國家聯合恩師 包括所有人都來 為什麼台灣才開始 我覺得你們這邊來 的任務 我真想說 要了解說 使命我你們在美國 去支持國民黨 但是如果支持國民黨 為什麼 要是把我們放在旁邊 我們都沒有參加 這個我覺得說 真讓我們不了解 如果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請回答 謝謝 就是說 這次選舉結果 我們覺得這個選舉 要打到這個真正的民主 這中間的距離還很長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立法院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努力 說我們這個真正的民主裡面的障礙 到底有幾個 幾項 要立法一項一項 要把希望那些都把它剪除 要把我們的民主選舉的時候 比較公平 比如說 剛剛已經 文章說到這個東散 再來這個陸配 陸配現在說 投票年限要變成兩年了 還有通信投票包括台商通信投票這部分 然後這個媒體方面 國中這個管理 這個民主的真正民主的內涵 立法的事情 我是希望說 你們這次 你們大家這次來 是不是給我們 有一個很清楚的 這個Picture說 有幾項是障礙 你們要怎麼去產生 我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至於說台灣和美國的管理 這個要 如果有機會 你們如果再來 我們才好好來討論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這個民主障礙 這個 基本的障礙 這裡要創除 甚至有很系統性的努力 不是說這次選舉 我們得幾票 他們得幾票 是說這次選舉 我們進步在哪裡 好 謝謝 我想 剛才郵立委說得很清楚 其實這家 我是台南部份區的立法委員 我們台南部份區的全國選票 拿到18萬票 左右 但是我們只有三十個立法委員 三十個立法委員 但是有法度 成立一個黨團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做政黨的合照 所以我們三個委員裡面 有關於相關的法案的部分 都在立法委裡面 可以說到民進黨 跟 人民黨 跟 國民黨 可以在那裡合照 對我們台灣 優利的部分 跟 對台灣人民優利的部分 都是我們台南堅持的部分 所以 剛才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 政黨法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在臨時會的時候 我們 在那裡 共同 要求政黨法 一定要列入優先法案 但是 我們最近 這幾天的新聞 看到了 真的 真正的遺憾 就是說 政黨法 都不敢拿出來 就不讓它出行政院 就對了 所以 政黨法 在那一會期 要進的部分 也可能 會有 單割到 第二個部分 因為我剛才在 內建委員會 所以 有關這個 陸配的事情 其實我們台南 是很堅持的 他認為 我們台南是認為 這個陸配 不可以讓他們 兩年 或是四年 就來掛到 這個投票款的部分 因為他們現在 陸配也 可以掛到投票款 這樣 對我們台灣 這個選舉的影響 是很大的 所以 目前 我們都希望 這個部分 不可以修法 本來現在是兩年 我們是希望 要收到更多 台南是希望 收到十年以後 才會讓他們掛到 對 心想要我們台灣 要我們台灣 這邊土地 我們才會讓他們掛到 投票款 這應該是對的 國民黨 大家都說 是因為人權的管理 所以要讓他們掛到 這樣對 外國人也沒有 外籍的配偶 也不是 那麼短的期間內 就拿到投票權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 國民黨 這個情況之下 一直要讓這個 陸配可以掛到 這個投票款 他的動機 可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部分 就是 剛才說 我們台灣 書法的部分 我們剛才 郵律師 郵委員也說得很清楚 但是 因為 我過天 也是職業律師 我也做很多 法律的部分 實際上的 運作 我們來看 像林醫師這件案件 在刑事法裡面 根本 要調查 哪有可能 可以調查這樣 他開始 調查 要先去 叫政人 來 撤謊 有那麼多 證據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竟然就叫他來 撤謊 所以他整個的這個 問案的過程 本身就有問題 我一年要二十年了 我八十三年 割到現在 現在要做 立法委員 所以 他的一個 司法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有很多 讓人民 沒有辦法 相信的部分 所以 你說 書法的部分 有辦法讓人 人民信任嗎 現在台灣的書法 根本就沒有辦法 讓人民信任 他以前 還沒做總統之前 經常說書法 要獨立 他最尊重書法 但是 他是最尊重書法的總統 真的是最尊重書法的總統 所以 現在 特徵族 或是我們檢察官 幾乎就是他們的指揮 在辦案 他們的指揮在辦案 所以 你看 宇昌案 那件案件 我是用法律人的角度 來看這個案件 就是說 宇昌案 跟林毅士案 你看這個差別這麼大到 那個時候 他就要查 查宇昌案 來影響這個 酸棄的這個總統 但是 你看 林毅士案 其實他要消 消去到大陸都消去 了 我去禮拜 他半年 我就聽外面 國會聯絡人 有在告訴我 有什麼案件 因為有某某人在後面 在做北卡 所以 那些都不能上當 這怎麼差不 是不需要差而已 不是差不 是不需要差而已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的修法 已經變成一個洞 如果還是變成一個洞 這個 鋼骨的時候 我們修法實在是很可悲 我相信 郵委員跟我一樣 都覺得很心痛 就是說 本來我們台灣的修法 應該是要獨立的 不能受到任何的 這個 這個影響 包括我一些同學 現在都在做檢查官 做法官 我也經常說 你以前在投資的時候 不是經常說 修法要獨立 都有一個很高傲 很高傲的情操 司法的情操 但是現在我們去那裡 都不一樣了 就是因為 大家都沒辦法去堅持 這也是我們覺得 修法 如果沒辦法獨立的時候 這樣對我們台灣的民主 發展 開始是一個 很嚴重的阻礙部分 所以 在這裡 有關於這個通信投票的部分 我想 這個部分也是 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要審的東西 所以 內政委員會 審的東西是包括兩岸的議題 頂頂 這我們都 會包括像這次 集會遊行法 其實 集會遊行法這個部分 是台灣 是在民主 民主要誇張的時候 集會遊行法 就要修改 要廢止 應該就是 報備治安 都不能再下去 就對了 但是我們現在 集會遊行法 國民黨 他們就是 百般的阻撓 不需要 這個法案 就是 我們要把他們修正 修正 對民主發展的 更好的部分 他們都來去主導 所以 也希望說 其實 台連 在這裡 是唱黑連 民進黨 是白連 因為 無法 因為 他們無法 我們可以提供他們 他們是無法 他們必須 要 還要 拿到更中間的選民 剛才有委員說 但是 台連不一樣 我們台連就是 堅持我們台灣 租款的 這個 管理的部分 我們台連可以做的 就是 為了要為 我們台灣人民的 管理的部分 我們會很堅持 所以 在其他的 法案裡面 我們一定是 跳起來 做黑民來扮演 因為 也不能說 民進黨 他們要去 沒有後面的人 去做黑民 所以 我們台連的 重要性 也是在這裡 所以 未來也是希望 大家要 好好跟我們台連來支持 我們台連今天的主委 也有來 所以你們 在這裡有什麼問題 或是 有其他意見 雖然說 我們在台灣 但是 希望說你們可以 非常提供意見 給我們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謝謝